欢迎大家收看世界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爱尔兰将英国告上欧洲法院 引起通过了麻烦时期特赦法 准备发射 到2025年 中国的低空经济有望增加7000亿美元 英国最高法院裁定 人工智能系统不能被命名为专利的发明者 分析师表示 乌克兰军队在俄罗斯抵挡他们的反攻后 正在转向防御 令人窒息的烟雾 使萨拉热窝连续两天 位居瑞士最污染城市指数榜首 请大家收看 爱尔兰将英国告上欧洲法院 引起通过了麻烦时期特赦法 南华早报 爱尔兰已在欧洲人权法院 对英国政府提起诉讼 原因是英国政府在9月通过了一项法律 为参与北爱尔兰冲突的人员提供豁免权 该法律设立了一个真相与恢复委员会 如果英国安全人员和准军事人员配合其调查 他们将获得特赦 这项法律受到在动乱中丧生者家属的谴责 动乱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 所有北爱尔兰政党和都柏林的爱尔兰政府 都反对这项立法 欧洲理事会也表示严重关切 准备发射到2025年 中国的低空经济有望增加7000亿美元 南华早报 根据国际数字经济学院的一份白皮书 中国的低空经济 包括民用载人和无人机领域的产业 将迎来快速增长 并在2025年前为中国经济贡献3万亿元 约合4220亿美元至5万亿元 报告称 中国已经注册的民用无人机数量 已经超过111万架 中国负责全球无人机销售的70%以上 低空经济最近被列为 中国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 与生物制造和商业航天并列 英国最高法院裁定 人工智能系统不能被命名为专利的发明者 美联社 英国最高法院裁定 人工智能系统不能被注册为专利的发明人 这一决定是美国技术专家斯蒂芬 塔勒长期法律纠纷的一部分 他试图让他的人工智能系统 Dibus被认定为两项专利的发明人 法人认定 根据现行法律 发明人必须是一个人 塔勒声称 Dibus自主创造了一种食品和饮料容器 以及一个灯塔 这一决定 凸显了需要更新现有法律 以跟上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需求 分析师表示 乌克兰军队在俄罗斯抵挡他们的反攻后 正在转向防御 美联社 根据英国国防部的军事分析 乌克兰武装部队 在夏季对俄罗斯的反攻 未能取得重大突破后 正在转向更加防御性的姿态 分析指出 乌克兰一直在努力改善前线的野战攻势 并且最近的战斗主要涉及到炮击 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评估还指出 俄罗斯仍然有地方性的进攻选择 但重大突破的可能性不大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表示 对美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进一步援助 充满信心 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则希望乌克兰的西方盟友会对资助战争努力感到厌倦 乌克兰计划明年生产100万架无人机 将其视为关键的战场武器 令人窒息的烟雾 使萨拉热窝连续两天 位居瑞士最污染城市指数榜首 美联社 自12月初以来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的首都萨拉热窝 一直遭受严重的空气污染 该城市连续两天 被评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 空气质量指数达到301 被认为是非常不健康 污染是由高楼大厦的排放 老旧车辆和燃煤取暖引起的 当地政府正在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 包括改善公共交通和增加节能建筑 波斯尼亚依赖煤炭和木材供暖以及煤炭发电 这也导致该国其他城市的空气污染水平较高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波斯尼亚每年约有3300人因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 大公司将会从政府中挖掘未来的首席执行官 路透观点 由于政府对企业事务的影响日益增强 高级商业领导者转向政治的趋势正在增长 供应链中断 金融制裁和贸易限制等因素显示了外交技巧和应对政府决策的价值 此外 首席执行官面临着在社会和政治问题上表态的压力 需要强大的沟通能力 公司正在寻求具有政府直接经验的人才来应对这些挑战 随着政府行使更多权力 具有对政治有详细了解的领导者将变得越来越有价值 普拉达以4.25亿美元购买纽约第五大道商店大楼 雅虎 意大利时尚品牌普拉达宣布 以支付4.25亿美元现金收购纽约第五大道上其旗舰店所在的建筑物 普拉达自1997年起一直租赁这座五层楼的建筑物 今年前9个月 普拉达在美洲地区的零售销售额下降了1.3% 成为其业绩疲软的地区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新闻内容 首先 我们了解到爱尔兰将英国告上欧洲法院的消息 这是因为英国通过了一项特赦法 为参与北爱尔兰冲突的人员提供了豁免权 这项法律引发了争议 受到了家属们的强烈反对 爱尔兰政府和欧洲理事会也对此表示了严重关切 这个问题牵扯到历史和政治的复杂因素 相信会引发更多的争议和讨论 接下来是关于中国低空经济的消息 根据一份报告 中国的低空经济有望在2025年前 为中国经济贡献3万亿元至5万亿元 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中国的无人机产业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不仅在国内市场占据主导地位 而且在全球销售中也占据了70%以上的份额 低空经济被列为中国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 这将为中国带来更多的机遇和挑战 我们还了解到英国最高法院 对人工智能系统不能被注册为专利的发明人 做出了裁决 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判决 也凸显了法律需要跟上人工智能技术进步的需求 在这个数字化时代 人工智能的发展势不可挡 但我们也要思考如何在法律和道德方面对其进行规范 此外 乌克兰军队在抵挡俄罗斯的反攻后正转向防御 这显示出乌克兰在战争中的形势仍然严峻 但他们正在努力改善前线的防御攻势 乌克兰计划明年生产100万架无人机 将其视为关键的战场武器 这体现了科技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 此外 萨拉热窝连续两天成为了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消息 空气污染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需要政府和个人的共同努力来改善环境质量 保护我们的健康 最后 我们了解到大公司正在从政府中挖掘未来的首席执行官 这反映出政府对企业事务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商业领导者需要具备政治敏感度和外交技巧来应对复杂的环境 这也提醒我们 商业和政治之间的联系是紧密相连的 以上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需要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见解和思考 我也非常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